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將伯 這期天堂恩 今天要來這三個簽到的比較 韓版 日版跟台版 看哪一個版本呢 感覺上他的簽到是比較豐富的 那首先我們就先看最熟悉的台版啊 台版 台版我們打開的話 應該這一週大家都應該知道說 他有送四瓶 十瓶 還有 滿整數天呢 會有送純白萬能藥 跟符石碎片 那葉子的部分就是最高來到500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的 活動贈送的東西 最後也會有一個神秘西遊卡選擇箱 就是娃娃或是變身 這樣子 這是台版的部分的簽到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版的部分 切換一下畫面 這個是日版的畫面 日版的簽到呢 基本上他最高 最高的葉子是5000葉 這個相當的多 然後3000 4000 5000 5000 最後送一顆符石 那 前面的話還有送抽卡啦 還有 龍水 龍水一罐 龍水兩罐 以及祝福聖水 再來這個部分是送戰鬥卷100張 這個蠻特別的喔 這日符 一直以來還蠻特別的東西 然後 10日的話有送祝武啦 祝房啦 還有龍水五罐 感覺上日符是比較豐富 那送的東西 也數量也比較多 然後在台符比較沒有看得到這樣的簽到 OK 好 那最後我們來上一張 韓版的喔 韓版因為我沒有 帳號所以我有請朋友幫我解一張 目前簽到的圖片 但是因為 韓版現在的簽到是簽滿的 可能大家要 特別用心看一下 OK 這裡 他基本上葉子最高的部分 應該是下面應該是 這邊整數是500 700 1500 所以最高是1500 然後一樣是這邊是送卡片 應該是神秘 神秘抽卡之類的 純白萬能要五罐五罐五罐十罐 那基本上滿滿的都是葉子 那以豐富度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還是 日版完勝 而且比較多元 多元化 OK 以上就是三個版本的簽到啦 你改對一項 應該是日服完勝啦 不用問大家應該都知道 好的 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幫我按個讚 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各位掰掰